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歪 欢迎到小歪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款Cyberpop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有新创的小歪GameFi区块链讨论群组 如果有想一起讨论的朋友 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网址加入喔 好 那这是Cyberpop的官方网站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风格 感觉上有点赛博庞克的风格 也满满的未来科技感场景 视觉观感上也挺酷炫的 那这边小歪也有跟项目方合作喔 直接白名单空头送起来 除了白名单五位之外 小歪本身自己在加码送NFT喔 你没有听错喔 直接送你游戏角色NFT 那要怎么参加抽奖呢 只要你订阅按赞小歪的频道 并且在影片下方留言我要抽奖 加入小歪GameFi群组来找小歪 即可参加抽奖喔 好那这边游戏有释出战斗画面 我们来欣赏一下游戏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OK 看完影片有没有觉得很心动呢 小弟我是蛮期待的 整个3D的场景气氛也有做出来 就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的游戏喔 在影片中呢 我们也有看到流畅的战斗画面 感觉上就是一个动作的游戏啊 基本上如果你有玩过艾尔登法环 或是血缘诅咒的话 那你应该会非常爱这款游戏喔 小歪本身也是艾尔登法环的爱好者喔 已经全破啦 当然真的要说的话 这个画面还是跟艾尔有差啦 这是当然的喔 但是你要在这个GameFi的世界 找到这种玩法跟画面 其实已经很难得了 老实说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打击感也很OK 也可以做一个即时反击跟闪避的动作 也许之后也有技能上的连续技喔 感觉蛮有发展性的 加上如果原本喜欢NNORPG的玩家呢 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喔 老实说小歪本身对这类游戏也很有兴趣喔 如果你也对这类游戏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群组 等正式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一起游玩喔 好的 说了那么多 我们言归正传 继续来介绍一下这游戏的官方简介 欢迎来到赛博新世界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游戏就是有点未来科技感的感觉 赛博庞克的风格 游戏场景相当的精致喔 也算是3A级的大作 在赛博庞克的世界里呢 玩家会在游戏各种关卡任务中 打到一些物品跟材料 可以让你在自己的土地上 用游戏中打到的材料 打造出自己的NFT特殊建筑 有点像打造自己的家园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团队核心成员 下面都有写的蛮详细的 蛮多玉璧出来的喔 还有腾讯 那这是他们的区块链核心成员 那这边就让各位自行去观看 由来自腾讯、玉璧、华为的顶级技术团队打造 并获得波斯网址官方授权的3A游戏喔 好那这边可以看一下 游戏里面的内容物 NFT人物角色 武器 支持卡 支持卡是什么呢? 支持卡就是角色的魔法技能卡 还有战斗技能 饰品等等 看起来相当的丰富喔 游戏性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好那游戏里面NFT分布有哪些呢? 比如说这人物角色 肯定是NFT 需要玩家去购买 这边还有武器啦 或是你战斗关卡中打到的材料 去制作出建筑物件 也是属于NFT的一种 一样可以去市场交易以及贩卖 里面有一些游戏内的物件 打造的宝箱之类的 时光之杀也是NFT之一喔 但因为游戏还没开放 具体的应用还不太清楚 那游戏情节呢 目前总共有四张 应该就是类似四大章节 每个章节里呢都有关卡要过喔 过完以后就会进入下一个章节这样 那他这边有第一章节 维度的呼唤 第二章节 时空记忆 第三章 高低寻找 等等等 那接下来这边就是他们的世界地图 探索世界 玩家完成故事后 会打开其他秘密区域 供玩家探索 在这些秘境中呢 玩家可以获得NFT奖励 有亚太地区 中东 欧美 当然除了任务关卡以及大地图之外呢 市场交易必不可少 等于说你在游戏中达到的NFT呢 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易喔 这边也有说到玩家可以创建自己的网路世界家园 由玩家生成内容 拿走掉落的零件并建造物品 当然少不了酷炫的动作场景喔 那刚刚有说到 建造自己的家园 所以他们有延伸出UGC模式喔 UCG模式游戏玩法就是 有点类似自己的空间喔 在赛博空间中呢 需要收集和购买材料 玩家一开始会有一块空地喔 如果你将你的土地上传 共享至LBS网路空间的话 你将被收取一定的费用 但是如果你的建筑风格被其他玩家欣赏 系统将奖励你代币喔 这将会激发玩家对NFT的创造力 让NFT更好的流通喔 鼓励玩家建造美好的环境 创造NFT的价值 当然他们也有讲到 经济模型代币痛点的解决方案 以代币发行引发的通货膨胀解决问题 采用双代币模型 这个游戏有分为两种代币喔 CYT母币跟COIN纸币喔 那CYT母币可以用来购买游戏角色 道具开盲盒等等喔 COIN为游戏中主要货币 在游戏中呢 大多数消费场景都需要使用COIN币喔 你可以通过战斗通关竞技场获得纸币 角色的养成呢或武器强化 就会消耗大量的COIN币 来获得COIN币的价格平衡 这边也有说到 当系统检验到币价出现较大的波动时 会触发监管机制 对游戏金币挖控消耗产出交易和 奖励进行限制喔 让游戏平衡增长 这是很多GameFi游戏的通病 当然也希望这个游戏能真正做到一个平衡 好那最后呢 想必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游戏好不好玩吧 那小Y就来亲自玩一下战斗画面给各位看喔 OK好我们现在进入游戏画面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游戏的界面 那我们来选择一下这个资源卡 资源卡就是说呢 这个角色的 呃 它可以装上这个资源卡 你就可以发动这个魔法技能 那 下面有很多属性嘛 那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选择你想要装上个属性 那它就会像技能一样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以使用一次这样子 就让你自己去挑选 那小Y这边是选择补血的 就这个 猛妹子 好第一关 那这个是教学模式 我们来演示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嗯 好 好 OK 那像这边它就会有教学 这个菱形的图案就是可以锁定敌人 那你看到敌人就按下去 就锁定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还在试啊 呵呵呵 好可以滑行 清空击 好 好 没关系哦 我现在还在测试阶段 好 防御 OK 像这个白白的就是它会提醒你这个 就是路线哦 你就可以往上爬这样子 OK 哦 这有教学哦 好 那就是可以点击 拿去宝箱 拿去宝箱 好 好一样哦 看到敌人先锁定 防御 散避 清攻击 清攻击 散避 重攻击 重攻击 大致重 就是这样子哦 应该是往前走 对 这里有提醒 飞檐走壁 好 一样哦 看到宝箱 那我这边放了一个技能 就是我刚才放上的支援卡 好 这可以让你无限 那它一样有冷却的技能 好 我们拿一下物品 继续走 好 锁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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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啊 算了 直接干掉它 受不了了 其实你 没有锁定 也可以杀它 只是说 锁定会比较方便 視角就不会乱掉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好 看来是没有 就只能照它的路线走 像它这边就是很明显嘛 白色白白的东西 照它的路线 好 到达传送点呢 就过关了 基本上这游戏就是这样子 每个关卡 每个关卡 每个关卡这样过 好 那如果你对这个游戏有兴趣的话呢 小Y之后也会直播哦 可以订阅关注一下哦 好 那今天就讲解到这边咯 每部影片都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来制作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请帮忙按个赞加订阅哦 感谢收看小Y的频道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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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